在我国多年的革命战争中涌现出了不少的革命战将 他们都对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如果要评选战功最为卓著者 一定有素玉大将一席之地 作为我军的后起之秀 素玉大将在党内的资历不深 单位组织立下的功勋 却并不逊色于老党员干部 甚至还有所超越 但这样一位革命干将 在1955年的平衔之中 却成为了元帅守门员被授予大将军衔 而之所以中央会做如此 是因为素玉大将没能达到 授予元帅军衔的五条标准 素玉大将到底对我党我国 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它为何不符合元帅标准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 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 一起走进素玉大将的平衔故事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问题 即使素玉大将到底做出了多大的贡献 凭这样的贡献是否能够有资格进入元帅行列 素玉1907年出生于湖南会同 乃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洞族民众 早年间素大将按部就班在湖南就学 考入湖南省第二师后 在进步教师们的带领下 逐渐开始觉醒 后来因为学校领导遭到反动派迫害 素玉等学生被转移收纳入 叶挺将军的部队之中 素因为自身文化基础扎实 被委认为叶挺将军教导大队的学员班班长 叶挺部队作为革命军中最为进步的队伍 其中共产主义思想浓厚 本就思想进步的小素玉 在进入叶挺部不久 便加入中国共青团 年余之后 他又顺利通过组织审核成为了正式党员 因为聪明机灵 叶挺将军对其十分欣赏 在北伐革命期间 叶将军将其提拔起来 待在自己身边 1927年 叶挺将军率部参与南昌起义 素作为起义指挥部警卫班长 随身在策 起义后 素又跟随部队转移 参与湘南起义后 随诸臣抵达井冈山 虽然从未进过军事院校 接受专业而系统的军事理论指导 但素玉大将仿佛天生就是个打仗的胚子 虽说在革命早期 他没有同龄人林彪那样的亮眼 仿佛红军中的盖世英豪 但素大将总能从每次的战斗中吸取到经验 不断推动自己更新进化 在土地革命时期 素大将自营长一路晋升 最高担任军团参谋长职务 可见素大将能力素质有多么优秀 30年代中期 素大将奉组织命令前往敏浙干地区 与方志敏部会合组建红石军团北上 为抗日大业做相关准备 但令人气愤的是 面对着上万人的抗日军团 国军方面不仅不予以协助 反而抓紧机会围剿 老蒋调集重兵干将 在谭家桥和淮玉山两地 重创失军团几乎将其覆灭 作为参谋长的素大将 最终仅仅只带出了400多人 其他的革命战士 与一种军团领导都最终就役或被捕 逃离国军包围后 素大将重整队伍 将部队改编为抗日挺进师 担任师长 在完成整编后 素大将率队伍来到明北 因为战斗是损坏了唯一的一部电台 素大将和所率队伍 彻底与组织失去联系 成为了一支孤军 而这支孤军 不仅需要敌人最为重视的江浙民等地区 创建出根据地 还要时刻防备敌人的围剿 在强敌环四 补给不足的情况下 素大将硬生生带着几百人的部队 在江南地区生根发芽 他们不仅没有被敌人消灭 反而越打越多 很快部队不仅在浙江扎根 还发展到了三千余人 愤恨不已的老蒋 在此后多次调集数万众兵围剿 但最终都未能彻底消灭 这支活动在国统区 心脏部位的红军部队 随着不久后 国共合作的展开 素大将手下的队伍 成为了新四军的主要组成部分 素本人就任新四军二支队副司令 在陈老总手下工作 在任职新四军领导期间 素大将率领手下部队 在苏南地区与日军展开了多次交手 新四军相较于八路军而言 无论是从人员组成和武器装备而言 都相对更加单薄 按理说 新四军能够在与日寇的交战中保全自身 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但素大将却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 打出了不少胜仗 创下了不少战斗奇迹 实际上也正是因为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的条件限制 让素大将逐渐走出了一套 以其显为特色的作战道路 素与大将历经磨练 琢磨出了自己的一套战法 他将会在未来做出怎样的成绩 这样的成绩是否有资格支持他成为元帅呢 1945年 华中野战军成立 凭借着赫赫的抗日功勋 素大将晋升华中野战军司令 成为我军的重要将领 抗日战争结束后 国民党方面对我党额的觊觎之心昭然若揭 虽然在明面上 国民党做出了和谈姿态 但却暗中调兵 刺激消灭我党军队 1946年 国军抽调50万大军 对华中野战军展开围攻 面对人数十数倍于己的敌人 已经摸索出了自身战术体系的素大将 没有丝毫慌张 他与谭震林二人 率手下三万余将士发起反击 通过灵活的战术布置 历时45天打退敌人攻击 消灭五万余国军 此后 因为革命形势的需要 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 素大将就任华野副司令 仍旧担任陈老总下属 为实现毛主席的战略构想 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 素大将率华野发起了素北 来五等多个重要战役 歼灭了国民党七个军的有生力量 其中 被老蒋师作为王牌的七十四师 更是几乎被素大将全歼 师长张灵福也未能逃过一劫 随着国内革命形势 一路向好发展 华野开始转变作战目标 由内战转为外线 发起战略反攻 此后 素大将发起的玉东战役和济南战役 将国民党盘踞于山东地区的势力 几乎扫除一空 国军汉将王耀武 更是成为了我军的阶下球 1948年11月 素大将根据中央指示 在长江以北发起了一场大规模会战 淮海战役由此展开 此次战斗 国军将手下仅存不多的80万主力军队拿出 是要与我军一决生死 我军方面虽然有66万 但其中有40万都是地方部队 战斗力不算强悍 但素大将却没有因此而退缩 在他的指挥下 华野不仅先灭黄百涛 再助中野围剿黄围 更是在此后追击包围杜玉明 将国军在中原的精锐尽数吃掉 此战 我军以伤亡13万为代价 歼灭国军40余万人 彻底打掉了国军精锐 自此后 国军主力精锐丧尸殆尽 中原要地全线失守 战后 毛主席兴奋地表示 淮海战役 素玉统治是第一宫 此后 素大将又组织了渡江战役 突破国军长江天谦 结束了国民党 化江而至的美梦 打下华东后 素大将与三野便留在当地 进行战后的相关建设 为新中国的成立做相关准备 建国初期 素大将被主席委任 负责解放台湾任务 紧急训练海军 可惜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 最终计划落空 而素大将也因为革命时期 高强度的工作 身体健康急速恶化 开始了长期的养病之旅 自苏联养病回国后 素大将便被安排到总参工作 此后更是担任解放军总参谋长 1955年9月 中央举行授贤仪式 素大将以卓越的军事成就 成为新中国第一大将 授贤当日 周总理亲自为素大将颁发勋章 给予其无限尊重 可即便是授予素玉第一大将的殊荣 也没能阻止后世对其军衔的相关讨论 在此后几十年的时间里 素大将的军衔 一直都是党内 国内讨论的焦点之一 不仅党内 军内的许多同志反对称 素玉同志的军衔平低了 应当是元帅 甚至许多民主人士 都主动为素大将叫去 那么素玉的军衔 是否真的存在问题 他是否配得上元帅军衔 为何最终没能平上元帅军衔呢 对于素大将军衔 是否存在平低的问题 答案始终是见仁见智的 但从社会各界的反应来看 素玉大将的军衔 实际上与他所立下的战功和声望 是存在一定差距的 否则 在军衔平定后的几十年时间里 不会有如此多的人为其不平 但如果将素玉大将的军衔上调 为他授予元帅 那他是否够格呢 从彼时的规定来看 素玉大将是不够格的 彼时的元帅评定是有严格规定的 必须需满足五项相关标准 才能够最终评选元帅 这五项标准所限定的人群 都是在民主革命各个时期 担任党军内部高级职务的成员 其中前三条所涉及的根据地创始人 红军军团领导 八路军师级领导三个职务 显然都与素大将无缘 素大将最接近的一条 乃是在解放战争中担任野战军领导 实际上在1948年之时 他是有机会接任陈老总 成为华野名副其实的司令员的 但素大将出于对老领导的尊重 最终放弃了这个大好机会 最后一条标准中的军委委员资历 素大将也是在1956年11月 才最终获得 因此 从五项标准来看 素大将是完全不合格的 可是 为何彼时乃至后世都仍有不少人认为 素大将值得被评为元帅呢 这就要谈到其在解放战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了 素大将不仅率华野 肃清了山东和中原的国民党军 更是直接消灭了国民党主力精锐 将中央预计数年时间的解放战争提起之一年 在绝对漫不得的解放战争中 这样的贡献是无法想象的 可以说 在整个解放战争阶段 我军贡献最大的两位将领 便是林彪与素宇 没有这二人 是绝对不会有如此快速成立的新中国的 但这样巨大的贡献 却造就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局面 素大将过去的资历 与这份天大的战功之间 出现了巨大的不匹配现象 如果他是以化野司令身份 取得这份战功 或者是以一位资深革命老将身份 获得如此战功 再不将他排入元帅行列 那便是没有天理 可他偏偏却是以代司令 以资历浅薄的中年将领身份 获得这份殊荣 这就使得其身份地位和功劳 出现了巨大割裂 如果从功劳来看 素大将是绝对有资格进入元帅行列的 毛主席在平衔之时 甚至亲自肯定他应该被评为元帅 但如果从资历和所处职位来看 素大将却又明显不符合标准 是不合组织规定的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冲突 造就了授贤之时与后世不休的争论 实际上 素玉最终被授予大将军衔 未尝不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从素玉的从军生涯来看 可以发现他两具司令 以此元帅 面对组织主动给予的机会 素大将实际上多呈现的状态 是较为保守的 虽然其出发点 多是为了考虑老同志的需求 不希望自己这位年轻人锋芒太露 但却也从侧面反映了 其性格中存在的缺点 面临机遇之时 与素大将同一年出生的林彪 从未有过此种退缩情况 这种对荣誉的渴望和自信 实际上正是林与素之间的差别 林彪作为最年轻的元帅 位列元帅第三位 从未有任何人表示过意义 而年龄相同的两人 却走出了不同的道路 最终达成不同的成就 其原因 与自身的这份自信和进取心 有着很大关系 素大将不是没有林娜的机会 但机会来临 他却最终选择了放弃 即便是中央希望 授予其元帅军衔 素大将最终也主动推辞不受 如果他愿意接受 以主席和中央对其的看重 难道不能更改元帅的规定限制吗 事在人为 由未可知 总的来说 素大将的军衔平定是没有问题的 之所以存在对其军衔的讨论 实际上是因为其功劳 与实际资历和职务的不匹配 而授予大将军衔 虽然看似有些不太公道 但实际上却是最符合 其选择的道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